在前不久呢 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这款问界M的静态评测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车的动态感受 这台车是它全系车型里面中配版本 也就是28万的四驱性能版 目前它卖的最好的也是这个版本 而且据我们了解 可能25万的那款低配的产家是不准备生产了 这款28万的四驱性能版 目前享受到的政策有 前一万名用户可以免费升级为20寸的被耐力轮胎 轮毂也是20寸原厂是19寸 此外它的全景天幕可以免费升级加装一个遮阳帘 另外它原厂的15个扬声器 可以升级为19个扬声器 也就是赠送4个头枕的扬声器 另外还赠送4个这种头枕 总体来说的 它的前一万名用户享受的礼包是价值12000块钱 那么这台四驱性能版 它的动态感受怎么样 接下来就开上它 跟大家来汇报一下 我们现在开着这台Ito问界M5 现在开的这台车是它的28万的四驱性能版 最大可以输出720公里 428匹的马力 0百的官方加速时间是4.8秒 现在我们在开的时候 是把它的模拟声浪打开了 所以在加速的时候 你会听到有类似于那种 引擎的轰鸣声 但这种轰鸣声其实充满了电子的味儿啊 不是那么很真切 我们来加速给大家感受一下 所以这种电动车的加速就是这样子 踩下就有毫无延迟 走起 如果不是我们把模拟声浪打出来之后 骑赶上其实并没有特别明显的那种 加速的感觉 因为整个车非常安静 我们把声量把它去掉的话 再来试一下 这台车非常安静 走 这台车除了加速快之外 它的底盘也 这素质是相当高的 它用了全铝合金的底盘 其实辅家身 你会看到它的底盘呢 那个下摆液 都用的是铝合金的材质 整体的底盘的质感是非常不错的 比如说我们压过一些小的隔离带的时候 你会觉得车身的 因为这台车本身也很重啊 2.3吨 所以压过去的时候 你会觉得车身 那种弹跳 所以意志的非常的小 整体感觉非常的利索 所以这台车在过弯的时候 因为重心也比较低 所以车身整个的轨迹也比较稳 而且它的方向 转向的手感 也是比较的轻柔 而且它的阻尼感非常的线性 来我们在前方 调个头感受一下 非常紧 它的翻盘盘的手感虽然很轻柔 但是整体的车身那种紧致感 是非常鲜明的 你在你看轻轻的 这样子挪动一定的角度 整个车身呢 会有很明显的这种联动感 开起来呢 再加上它本身加速的时候 又没什么声音 所以呢 看着这台车在城市里面穿梭的话 就会忍不住把它开得更快一些 另外它这辆车的话 它的模式有纯电 自动和燃油优先 纯电的续航里程呢 官方是达到150公里 如果是续航里程不够的时候 就把它切换到燃油模式 燃油模式的话 这时候就优先发动机工作 来给电池供电 然后再输出到轮端 所以呢 在燃油模式下 其实开起来跟纯电模式下 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们现在把车辆调整到节能模式 来感受一下 走起 它的加速依然非常的细利 而且我发现 它跟纯电动车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它即使放在节能模式下 它的能量回收的感觉 也并不是很明显 也就是说所谓的拖液感 并不是很明显 所以它开起来呢 其实还挺接近一台燃油车的那种 油门踏板的感受 这台温健M还有个隐藏技能 你看它的调整风量 是这样调的 通过手这样滑动 来在屏幕上调整风的方向 驾驶了这台四驱性能版的温健M之后 这台车给我的整体感受 还是非常不错的 它的加速不仅是非常快 而且你即使调整到经济模式下 你在松开油门的瞬间 它的拖液感也并不是很强烈 所以开起来并不会头晕 第二个的话 它的这台车静音感受非常的出色 即使你调整到 以燃油发动机为主的这种工作模式 它在轮端也基本都是电驱动 你也听不到发动机的任何声音 整体感受跟开一台纯电动车 是没什么两样的 第三个的话 就是中间这块大屏 这块15.6速的大屏 不仅内置的功能非常的丰富 而且可以跟华为手机进行无缝的衔接 此外它的这个摄像头 真的给我的感受是非常的好 可以说它照到车辆周围的景象 可以用一个成语 就千毫必谢 非常的清晰 真实感非常的足 所以这台车虽然尺寸不大 但是坐进去之后 确实能给到你一种驾驶 高端车的那种豪华感 另外它的座椅 也给我的感受非常鲜明 非常的软 包裹感非常的好 虽然座椅的宽度稍微的窄了一点 但是坐上去 整体的舒适感还是非常强的 在我看来这台车在动态驾驶方面 因为它前后电机的输出 加上全铝合金的底盘 动态素质方面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但是可能问题就在于 它的尺寸是相对比较小 它只比Model Y长了两公分 整体尺寸是4770毫米 车身高度也比较低矮 所以多人口的家庭来说的话 它的空间实用性可能是有点问题的 它相比理想万来说没有理想万那么的大 对吧 所以说对速度操控驾驶乐趣 有追求的年轻人 这台车可能比理想万更加的适合你